我是阿倫文書 們是JKM4G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我們東京酒吧歷嫌季第三彈的下集 那這一集跟上一集的主題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集我們要教你 如何在澀谷吃飯喝酒 主要是澀谷有兩家很有名的店 一間叫做碗肉之米 近期很紅 那是OZ跟我講 然後後來他剛好又帶了阿達去吃過 所以上一趟鬼祟會來的時候 阿達也有帶我們去吃 剛好我當天其實想吃另外一間豬排公飯叫瑞兆 但那兩間都很難排 那所以什麼樣的方法可以確定吃到的 我們等一下就來跟大家講 整趟澀谷除了中餐 逛街 逛街的時候可以喝什麼酒 喝完酒以後吃晚餐 晚餐吃完去哪裡喝 以整套的行程你就是COBE我的行程 一般來講在日本 如果你是坐計程車有兩個方法 三個方法 一個路邊攬 另外一個就是請飯店叫 請飯店叫的通常要加500塊日幣 然後第三個就是Uber 1000個日本可以用 那舉例來講我們現在從零座到澀谷 車程大概20分鐘 Uber的費用應該是3500到4000左右日幣 哇好貴 嗯七八百塊 其實是蠻貴的 但是普遍的大概都是這個價格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我們第一站的技巧就是 因為碗肉之米是11點開 我們不會中午吃 我們上次也是一樣 11點開以後 先進這裡 入口還是這裡 往上走 拿號碼牌預約晚餐 然後我們就在指定的時間回來就可以吃 那我想吃的瑞兆豬排凍是11點半開 就在附近 所以我們11點來 拿完號碼牌 走去瑞兆排隊 中餐晚餐都解決了 太聰明了 然後記得 因為他的那個路很怪 路很怪 看到那個鐵人 跟局正中 轉上來就是了 在這邊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在瑞兆了 從剛剛的碗肉之米 然後號碼牌以後 走過來大概7到8分鐘 所以我們剛剛正常是11點20左右 到門口排了大概20個人左右 那應該是 我們來的時候剛好第一批進去 裡面應該是8到10個位置左右 所以正常來講 依照我的這個行程 應該大概排30分鐘左右 就可以進去吃到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進到店裡 但因為裡面店很小 然後後面很多人排隊 所以我們裡面不會多多介紹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說吃的是什麼 他吃的很簡單 豬排凍 加蛋 然後跟啤酒 只有這三個東西 是不是很爽 蠻過癮 簡單粗暴 然後就是 卡斯凍 我的豬排凍飯 1500 啤酒500 加一顆蛋100 所以基本上我們進去就是 2100日幣一個cent 排隊的人潮一直大概都是這樣 因為它消得很快 我們進去大概10分鐘就吃完了 差不多 提供給大家 中餐 那咱們去逛個街吧 我剛剛喝了一點啤酒 覺得很舒服 我們剛剛從瑞兆吃完 就慢慢走 然後先帶 班尼去了 PACO裡面的 任天堂store 跟那個卡普空那一區 然後我們逛了一下以後 再走一小段路 會到 可能說 Supreme 然後Supreme 往neighborhood中間 就會經過這個廣場 我每次逛累的時候 都會在這裡休息 因為這邊有Blue Bottle 喜歡喝咖啡的 如果你從澀谷逛街 然後你想往表餐道移動 那基本上應該多半人會走貓街啦 那你不知道貓街在哪的話 你可以google在 衣糧可樂 衣糧可樂幾乎就是 澀谷往貓街的入口處 然後我這幾趟來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這個行程 就是 罐罐罐罐罐 然後走過來之後 啊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往貓街的後面逛 我們來買一下 像你在這個時候 我們跟朋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便宜商店 買一罐小罐的威士忌 然後大家分著這樣 加到手工可樂裡面 那其實就有點像精釀可樂 但其他喝起來有一點點辣辣的 但因為我們昨天喝了一點多啦 我們昨天後來還出去喝酒 剛喝了啤酒以後 我們先不要喝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拍片 好的 我們這一套再次驗證 完全是沒問題的 你看 我們11點去拿號碼排 訂了晚上5點的 然後我們11點就走過去 排瑞照 排了2、3分鐘就吃到 如果我們再走更快可以排更久 然後我們就逛逛逛一路逛 逛到5點以後走回來 拿著那張整理券 直接就進來吃了 什麼隊都沒有排 爽不爽 開心吧 那這個怎麼吃 大家都很多人應該都介紹過了 我們這一集主要是跟你講說 我們這樣子一定吃得到 而且很輕鬆 然後我們就好好的 來吃這個東西了 又是10幾分鐘速速之外 就是它的入口 然後大概再詳細解釋一下 11點會拿到一張號碼排 是整理券 然後你會訂好你的時間 像我們訂5點 所以來的時候 假設下面有排隊的 其實你可以先掠過那些排隊的 上來問他說 現在5點你可不可以進去 他如果說可以稍等一下 但你就在門口等 把那樣券拿給他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吃了 就不用排隊 很簡單 然後我們走吧 我們準備去喝酒了 Let's go 我們吃完又在澀谷散步了一陣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行程 都可以讓你在澀谷完成 你不用離開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去 號稱日本第一的酒吧 也非常非常有名 在亞洲在世界排行榜都有得過名 它是一個集團 它叫做The SG Club 在那一棟白色的旁邊巷子裡面 我們去喝 好冷喔 我們現在到了The SG Club 已經幾乎算是一個集團了 然後旗下包含The Bellwood 然後包含The SG Club是三層 三層樓 我們現在在B1 一樓通常是比較熱鬧 還有二樓 二樓我就沒去過 以及他們隔壁的SWELL 所以它是 Wine Tail 就是用紅白酒去做Cartel 菜單剛好在我前幾週有來 然後剛好在這裡的時候有換 然後我們第一杯點的是 你點的是 Gin and Juice SG Remix 這杯就是非常的清爽 很適合第一杯 然後我點的是 我覺得有一個超漂亮的酒具 然後它叫做Bathtube UGDRAW 然後它是用那個茉莉的琴酒 然後整杯喝起來都是很清爽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坐在吧台 因為通常我都坐在後面的座位區 整體裝潢的細節 我覺得都算做得非常好 就我覺得日本人在這一點 非常要求的 通常如果有帶人來約會 我也都跟他講說 你可以點這一杯 因為就一進來就說 哇好漂亮這樣子 喝起來就非常清爽 帶一點花香味 很適合在第一杯出現的酒 而且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是 這間店的店員 都很帥 而且這裡因為有很多外國人 然後他們連續三四年在日本都是 日本第一要有盤點很前面 所以很多的觀光客跟外國人會來 所以他們的英文程度在這間應該算是 我覺得應該算是日本的 酒吧中間有什麼比較 因為銀座那邊就比較大勢 所以那邊在溝通上有時候會 稍微有一間點的困難 然後你這一杯是 Gin & Juice 哇好爽 而且我們今天運氣很好 我們今天剛好是 喝到迅速場本人的表酒 就是這是老闆 跟安哥一樣 所以都是帥哥老闆 Han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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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白味噌 所以說他放錯東西了這樣 所以這杯概念是這樣的 那因為 這杯我之前沒有喝到過 是 好像是新的吧 然後我剛看 呃 仙火場做了以後 我想說 欸 那這杯是什麼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 它其實有點像甜點 它有一點點甜點感 然後說上面的那個 烤蘋果就是 你可以吃或是你可以不吃 你可以放在牛是幹嘛 都可以 蠻好的 我這杯是dirty mango 然後基本上是dirty martini的twist 然後裡面有蠻果的 有香氣在 然後你這一杯是我最喜歡的 SG的重酒 B1 SG B1的重酒 叫做64 60%的Martini 40%的Mahattan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的酒 他說溫度低的時候 喝起來像Martini 所以你吃橄欖 溫度升高了以後 或是你喝到中後段以後 喝起來會像Mahattan吃櫻桃 但 I teach大家 這兩杯喝起來 比正常的經典酒吧 的Martini 喝起來還要輕盈 但你不要被它騙 它基本上酒精還是很重 所以如果是 有喜歡喝酒的人 再試這兩杯 就是比較酒客在喝 就是蠻果香氣很重 然後喝起來其實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難入魂 就比起 可能說銀座的老牌酒吧 他們做很classic的樣子 這種就是new style 但 會最多 我剛跟秀場聊 他說 為什麼這個杯子這麼矮 然後他又解釋一下 他說 他自己 腦袋在想像說 他覺得怎麼樣喝Martini 最酷的樣子 對於一個男生 他說 Janespa 因為Janespa喝Martini杯的時候 他不會去拿 下面的這杯 因為他說這樣子就比較斯文 他們喝Martini的時候是這樣子拿 所以這一杯的證券拿法是這樣子的 他為了要讓大家這樣拿 所以他去訂製了一個 屬於SG的杯子 他把SG拿掉了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讓 這樣子喝這一杯 這一杯是Lisin Wax 他們說有用某種辣 去做infuse 可是那個辣我看不懂是什麼 然後 就是我們時尚的酒魄吧 就是酒渣啦 然後外面這一層是白巧克力 因為他本來是有wax 所以這是wax 可是這白巧克力 嗯... 他有一種木頭 甜點 巧克力的那種 清爽感 可是他的木頭 不是那一種巨大的松樹樹木 是一種白化木 很清爽 然後你的是Nada Sky來了 他的概念是 沖繩 那種泡繩 顏色是全天然的 所以大家不用發現 他們都沒有色素啊 沒有任何化學都在 嗯... 因為一般泡繩可能很多人 是不太敢喝的 可是這一杯把泡繩的味道 削得很和緩 所以就算你不喜歡泡繩的 那麼特別的味道 嗯... 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 來吧 這應該是我們這邊的 最後一杯 然後我們準備要往 下一間營作 我們等一下 到禮拜會 對 我們現在在澀谷 但因為我們住宿是在營作 所以我們最後一間 還是會回營作去喝 這樣我們 嗯... 回家的時候 可以走路回家 一路喝回去 對 一路喝回去 然後接下來下一間營作 也是我去了非常多年 我認為是水果調酒的 頂尖 跳酒吧 他們也開業了快30年了 是一間很厲害的這樣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結算最後一杯 我們就準備回營作 好的 我們回到了營作 然後去我們今天的 呃... 最後一間吧 應該算最後一間吧 是是是 然後 這間店在這裡的B2 Lil Smith 地理位置很簡單 旁邊一個停車場 對面一個賣車的 它是我認為 營作這邊水果調酒的 Top了吧 但他們隨... 他們沒有酒單 所以你要喝今天調酒 也可以 可是我去通常切兩杯 我都會跟他們要一下說 今天的調... 呃... 水果調酒的酒單有什麼 然後我就會喝那邊的調酒 很不錯 然後吧 它是一個大圓形木桌的吧台 你跟對面的客人是不會對看的 只是它一個比較... 比較嚴謹的規矩 是裡面不能戴帽子 所以我帽子要脫下來 有沒有看到我... 淋亂的頭髮 有淋亂嗎 滿堅的 滿堅的 就是我頭髮正常髮流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通常進來裡面 他們都會給你一杯... 小的湯 這個湯每次喝就是外面很冷 然後上一家店喝完 來這裡喝一個湯 都覺得很爽 然後這是它的吃的菜單 可是我在這裡沒有吃過東西 因為我每次都是... 大概第二家左右會來 所以當然都是吃飽喝飽的時候會來 所以吃的東西如果有興趣 如果我調酒酒袋 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保證 我今天派的東西沒辦法喝到 但我覺得都是值得一試 或是你可以直接問他說 偏酸偏甜 偏怎麼樣 偏清偏重 他都跟你講 哪一杯是... 適中的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水果假設每天有六到七種 或五到六種 可以用那個水果做你要的調酒 可是他們通常會推薦兩個方向 像柚子跟strawberry 兩個剛剛都可以做成martini 但我第一杯進來的時候 我想說 喝... Gintonic 所以他幫我做柚子Gintonic 然後你的那杯是strawberrymartini 這裡的水果小酒真的是一絕 非常好喝 基本上是沒有martini的重度在 你就覺得你是喝一杯 類似martini的東西 然後是草莓香味很重 這裡基本上我覺得 進來大概三杯都沒問題 不太喝酒的可以說三杯 大概都沒有問題 然後是非常非常舒服 欸...我的這一杯是石榴 然後你的那杯是日向夏 日向夏是日本特有的橘子 好... 交換... 黃國... 過分... 加難... 你這一杯完全有喝到不一樣的水果味 清新中帶一點不一樣的橘子味 你那一杯很清 我這一杯的石榴汁 它有帶一點木頭味出來 可是總歸都是非常簡單 可以喝進去的酒 我來這裡七八次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他們的食物 然後我剛剛問Yuta-san Yuta-san就是我這邊的朋友 他最推的是這裡的運度咖哩披薩 超級違和的 Cisa鴻磨試試 Cisa鴻磨試試 它印度咖哩的肉末 跟起司還有餅皮 我覺得完全是很棒的下酒食物 我們幹嘛今天的水果酒單的最後兩種點完 你點的是... 荊棘 然後我點的是... 番茄 然後番茄它可以做Bloody Mary跟Martini 我想說 最後一杯 我就喝Martini 喝重一點 因為Bloody Mary其實我覺得 比較像前面喝的 而且我平常也比較沒有習慣 Lil Smith 銀座水果調酒的頂章 我們現在要去吃宵夜 然後這是銀座的一個很有名的咖啡廳 它很酷 它只開1到5 6日是不開的 因為日本人喝酒的話 前面我們說過 1到5他們喝酒 6日陪家人 跟台灣是完全相反 那我們等一下那間咖啡廳呢 它基本上 裡面很多 很像台北高家莊概念啦 林森北高家莊 就是 很像給酒客出來的時候 跟小姐吃飯的店 所以那邊開到凌晨3、4點 然後我們等一下吃的是炸豬排三明治 太爽了吧 我們到了Miyazawa 公哲 然後 這間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的日本朋友推薦的 說他們在銀座的時候會吃宵夜 會在這裡吃 我們進去吃吧 它其實它的那種 傳統義大利麵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今天在裡面用餐 因為我之前都是買回飯店吃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吃 這種傳統義大利麵 Tabasco是一定要加一些的 這種宵夜真的很爽 嗯 跟他的炸豬排三明治 好好爽爽 回飯店休息吧 好累喔 其實連續拍五天真的蠻累的 雖然說我們每天都玩得很開心 但就是因為拍片我們會玩得太開心 所以就會很累 所以我們回飯店休息 明天準備撤退回台北 哇這趟終於到尾聲了 我們現在在羽田機場 然後我們剛剛把行李都check in 然後我們現在在吃的烏龍麵呢 其實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因為我幾乎都飛羽田 但因為他每次都排很多人 我就想說算了我非常方便 我又會吃旁邊的拉麵壽司 結果上一趟來的時候 我朋友說這很好吃一定要排 我說好吧排完就覺得真的很好吃 反正就在羽田機場還沒有入關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很像江戶小路 反正就很日本的一個間 在左前方有一個烏龍麵店 有興趣大家可以來吃 我現在通常覺得說這樣子 最後一餐日本收尾在這次很棒 那我們總計六天的行程 累了 終於要回家了 我們下集見 好的我們回到台灣了 好累啊 大家還是跟大家說一下啊 這是我們賊湯的小飛啊 你這是什麼好意 其實我覺得去完新加坡以後 覺得在日本的銀座 就算銀座喝酒其實沒有想像那麼貴 因為你看我們在Toker 我們要喝滿酒的是一萬五日幣 SG一萬八 因為我們喝很多杯嘛 Lil Smith喝兩萬 因為我們也喝了六杯調酒 加上一個食物 喝兩萬日幣 其實都沒有到非常貴啦 就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其餘吃的什麼東西其實都吃的 我們都沒有吃的很貴 因為就像我們講 我們沒有特別喜歡想要吃很高級 我們比較想要吃一些小吃跟食物 然後碗肉那些也是 碗肉之名也是兩個人吃四千一日幣 其實我覺得都還好 但健身車倒是比較貴 飯店到雨田大概要七千五 然後我想說我們行李那麼大 所以我直接叫了Alpha 結果Alpha其實也沒想像那麼貴 大概九千日幣吧 用Uber 我們這趟幾乎都是用Uber叫的 還滿方便的 大家可以體驗看看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三支影片 我們在日本湯澤跟東京上下兩集 希望大家有看得開心 我們之後 大概每一兩個月 每兩個月左右 會有一趟出國拍攝行程 想趕快跟大家講一下 在世界各地 在哪些地方 可以去哪些地方喝酒 最對的資訊 帶給各位 好習慣的結尾喔 如果現在就別忘了 去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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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吃喝喝喝的好玩的 歡迎來信 來信跟我說 下期見回家了